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为什么认为现在全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就是史上最大的诈骗集团 在两大政党都执政过之后 为什么台湾现在的状况会走到这个地步 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请来的就是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我们好好进行一个小时专访 来了解台湾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大崩坏还是更崩坏吗 问题出来的能不能够解决呢 欢迎署长 你好 还有各位观众好 好 那邢教署长 我们刚刚引言已经讲到了这么多的大问题 这几天您也发表了很多的看法 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 您曾经在这个执政团队当中工作过 但现在您的所言 大家认为说您在骂的就是执政团队 您在这几年当中您看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现在话要说这么重 本来社会上就有很多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又公优异 对不对 不可能完美 但是如果是我们逐步的是往正向的去走 就往上提升的去走 那这样的话呢 就算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是一百分的 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 因为那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如果是不断是往前走 那大家就算有一些不公不义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直往下 一直沉沦 那么这样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是没有什么前途 好 台湾还有救吗 一直往下一直沉沦 问题出在谁身上 我就说我们有一个超大的 有历史以来最大的诈骗集团 那我随便举一个好了 就讲这个劳保就好了 我问过很多劳工朋友 我也问过我的学生 我们劳保的费率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 很多人 你认为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 对劳工比较好 当然立刻听到 当然觉得是低才好 对 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个 不少的劳工朋友认为低比较好 那你知道劳工只要自己出两层 政府出一层 雇主要出七层 费率低的时候谁最高兴 但是雇主最高兴 他们真的回去消破肚皮了 说哪有这么笨的 但是我们的立委就做这个事情 我们每一次要稍微要调高一下费率 那么我们的立委 我们所有的立委都会改成那个利益的利 他就跳出来 说我们为了劳工朋友 所以呢我们要把费率降低一点 然后就是今天这么大的窟窿 那我们的政党也是这样 就简单讲 就是一起来欺骗这个劳工 那么然后另外一个 雇主怎么赚钱呢 我讲不是所有财产都是坏人 不过有很多财产是坏人 他们给劳工的薪水是五万块 比方说 可是呢他的投保薪资呢 是两万块 就是经常薪资 其他都用奖金的名义来给 那劳工也说 哦 我只要用两万块钱去算 交劳保费就好了 你劳工也自己觉得自己交得少 交得少 可是呢 另外那个三万块钱呢 这个雇主就逃脱了他的责任 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才这样子 25年前 30年前 我们多少学者都在讲这件事情 但是呢 没有人注意 因为想说 反正垮了是以后的事情 可是现在劳工发现了 10年15年就 果然太垮了 他们要退休的时候 我们现在所有55岁以下的人 都还可以再活个20年 25年 我们现在平均一命 男的是75岁 女的是82岁 所以才发现说 哎呦 10年很快就到了 所以大家才恍人大悟 就是我们两个政党 我们的这些立委 特别是有些立委 他认为他是劳工立委 然后再加上这个财团 一起 一个是把高资低报 一个是费率压低 另外呢 像投保薪资上限 劳保上限是四万三 你就在四万三以上 还是四万三 所以他 现在四万三 一个人过 当然可以过 娶个老婆 夫妻两个人 也还可以 再养个小孩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市立学校的学费 一年就是十一万 对不对 所以 这样子一直拖一直拖 没有一个政党要改革 没有一个立委 讲真话 你看每一次投票 你说哪一个人说 我们这个 赞成这个降低费率的 每一个人都举手 有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反对 这是两党 三党 哪个党都是如此 就是非常的民粹 不讲真话 一起来欺负劳工 然后最近最最最最查见的 就是我们的立委 又讲什么呢 说这些窟窿 将来是有什么呢 要由政府负责 中级的支付 那这个中级支付是谁 谁负责个钱 广大纳税人 最主要还是劳工 我讲的劳工指的是 受薪皆期 虽然不加入劳保 但是公务员也是 也是劳动者 大学教授也劳动者 他们来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所得税里面 百分之七十几 是薪资税 我们最近 你看好多人 媒体人 这个 什么凯啊 那个 进出了一本书 讲我们这个 有钱人都不交税 上一期的天下杂志 台湾是富人 最不用交税的地方 那 然后呢 这个窟窿呢 要 这个 用政府中级支付 我觉得应该 谁来是支付呢 应该是这些立委要支付 立任的立委 应该把钱拿出来支付 我们的立委就是 他开支票 叫别人去付钱 对不对 但原民众都是傻瓜 对不对 还有呢 这两个政党 要把所有党产拿出来付 因为他们搞出来的 对不对 第三个 就是以前这些 逃脱掉社会责任的 这些财团 他拿出来付啊 怎么可以叫 大家又是骗劳工 又骗社会大众 你看 我们有政府 这个劳保要垮了 好 我们政府来付 这个终极的支付责任 那政府呢 政府的钱 当然又从这个 这个税收来 而这个税收呢 又是非常的不公不义 我们举太多例子了 我们不是税法专家 但是你可以 随时随地随处 都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有情的人 都不用交税 那我们民众还有一点不清楚 就是以为降了别人的税 跟我自己没有关系 我们国家的总支付就这么多 你将别人的税降下去了 比方说我们的遗产税 跟资予税下降 从50%降到10% 那国家的总支付就这么多 相对的你的承担就多了 不管这个是将来是去发行公债 还是减少教育支出 还是减少社会福利 还是少这个经济建设的钱 最后你就多付了 对不对 是 那么你像这个遗振税 他们有钱的人很高兴 说你看我们一定会把国外的钱 台湾的人在国外的钱都带进来 会增加投资 会增加就业机会 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炒房 好 署长现在也一连串点了 一大堆 其实现在是大家非常关注问题 也发现到其实呢 他的问题的一个恶果 现在正在显现当中 好 那么多的问题 在显现当中的过程当中 刚署长点到 很多的学者专家早就看到 但是呢 不管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少的政党轮替走了下来 没有人负责 执政者也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 那今天是 今天是马总统执政 所以他要负责 而且最起码他要把这个 环转嘛 他都没有环转 那当然民众就会 这个非常的 这个 这个 大家无感 大家挫折 大家觉得没有前景嘛 所以这一阵 大家会发现 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不公不义 就在这么一两三个礼拜当中 逐步的几乎一个个 全都掀了出来 但这些问题其实是起来有自 对 现在是执政者是 是马总统 他该处理 因为现在经济情势太坏了 对 而且呢 有些人就像 我也是公交人员 嗯 我跟叶金川 没有商量 我们讲同样的话 嗯 就是公务员 你说是带罪高也好 或是怎么样也好 就这个 这个差距 这个相对不斗感 太强 没错 所以就爆发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到经济不好的时候 署长您才要说这样实话出来 我以前说没人理我啊 嗯 您曾在马团队里头 为什么您说没有人理你 我跟你讲 我在马团队的时候 我是卫生署长 是 我只能讲 跟卫生署相关的意见 嗯 假如我的卫生是跟财政有关的 那我可以讲 嗯 我不能去讲外交啊 因为这跟我今天卫生工作没关系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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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 嗯 呃 比方说教育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嗯 所以我不能发言啊 我一发言 如果 私底下单 也许我可以跟马团队里有建议 对不对 我跟行政院有建议 可是我不能对外发言啊 但我全部都乱啊 这不是就成了私文仪了吗 嗯 但你私底下曾经跟马总统有看到问题 我跟他建议过 嗯 在我的大崩块里面有写了 嗯 我说我要离开的时候 呃 总统就说哎 你不要离开啦 你做得不错啦 什么此类的话啊 呃 我就说我一定要离开 然后我写了16字给他 嗯 我写说年人实证 这个公平加税 因为台湾是个非常右派政府 公平加税 克力涨价 这三个是手段 最后是照顾弱势 弱势不是穷人 叫做弱势人 也不是残障人叫弱势人 嗯 比方说一个妈妈 他现在有三个小孩 相对他就是弱势 嗯 嗯 对不对 一个人 原来是老板 现在失业了 他就是相对弱势 嗯 嗯 我就这个事 我手写了 我跟总统报告 写 我说我希望 国家是朝这个方向 有一次国民党有个智库 叫做国政基金会 嗯 就在杭州南路跟能安路交往那边 对 他们有一次找我去演讲 啊 当然有些国民党的这些 啊 这个 应该算是精英吧 嗯 我就讲这个事情 嗯 我演讲完了 我就请说各位啊 这个大佬啊 有什么指教 嗯 他说啊 你讲得很好 但是这样的话呢 会失掉政权 哦 当然会失掉政权啊 所以民 所以民阶会 但是我听我讲完 嗯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呢 嗯 他说会失掉政权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呢 是 我说啊 政党轮替 一个民主国家 政党轮替啊 天经地义 不管是真的再好 丘吉尔保守党 领导这个英国 打赢了二十大战 一选举他就 这什么大不了啊 嗯 我说 宁可 这个失掉政权 不可失掉国家 那我就走了 对 你那件事情 我从走了以后 我就没有再进 我就没有再走进 国政基金会 嗯 如果这样想 我们国民党前一阵有个立委 他说啊 台电可以倒 国民党不能倒 混蛋 台电倒了我们怎么办啊 我们饭都没得吃啊 为什么电锅都不能动啊 国民党倒有什么关系 做不好国民党该倒啊 你做得好才 才可以继续执政啊 那国民党做得再好 也会失掉政权啊 为什么 很正常啊 嗯 就是民众做得很好 但是民众要求更高 嗯 这是一定的 对 大家希望整个生活水平 能够更好的话 我希望 我希望在这个节目 是一个正向的一个 我只要讲这 这几句话就好了 就是这个 人可失掉政权 不可失掉国家 嗯 因为国家搞垮了 还怎么可能执政呢 那当然 嗯哼 所以其实您在那场演讲当中 已经把这一句 这两天大家讨论了这句话 我都讲过了 已经讲过了 很久了 但是显然 您的呆过的执政团队 您曾经是 现在是国民党员 你可以说还是 还是国民党员 我没有声明退党 是 所以依旧没有办法 看到自己的党 在执政这里负起 应该负的责任 一切只为了胜选 这就是我们现在 整个政党的一个 运作模式 一直在恶性循环的 一个发展 你看 这个 我们的功劳笼保 国民年纪 都是在 替这个财团 这个 减轻他们的责任 或者是 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 把他逃脱了 这是骗钱 是 第二个 就是骗选票 说你看我们对你多好啊 稍缴一点钱 我现在越来越多的 这个劳工啊 我就演讲的时候问他们 这个劳保费率就是高一点好 低一点好 他们说应该高一点好 这是很大的进步 我相信这次完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 那但是为什么 为什么劳工那么笨呢 我告诉你 其实劳工一点都不笨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就要讲历史了 我们以前参加劳保 如果你在这个中天做了五年 离开了 你所有交的劳保费怎么样 归零耶 你再到友台去做了八年 你又离开了又归零耶 所以这些劳工觉得说这个钱啊 放在口袋才是钱 未来那个遥不可及 先拿嫌疑 所以所以以前的这个劳保这种制度 现在到了这四五年前五六年期再改成说 我把五年八年都是把它挂在那里 等到我 这个走就可以这么做了 对不对 我的同年台大的教授叫做张火生 他做过劳委会的主委 我那时候是卫生署副署长 我就把他凑买一顿 我说你做劳委会主委 怎么可以有这么不公不义呢 所以劳工没有笨耶 是这个制度 让劳工觉得说我现在交的保费 越少越好 越低越好 好 所以我们知道台湾的劳工朋友 在这件事情当中 统计出来945万的劳工朋友 我们常说呢 如果那个政治人物或政客 想要拿到最多的选票 他一定要对所谓的最大族群 给予最多的优惠 但是劳工朋友们 或许您前心一闷心一来想 会发现说 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发现 一旦有需要的时候 劳工朋友的权益首先被牺牲 光是这次的基本工资 到底要不要来调整 好 最后还涨就是月薪的部分 政府说 景气不好 全球使然 所以大家共提时间 所以劳工朋友的权益又被牺牲 这些政策 为什么以前会做得出来 而且一切的都还是 以劳工朋友你牺牲为先 没有想到军工叫其他的族群 刚这个署长已经点到 太多的各种保险 其实都有那些民粹在里头 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到说 这么多的保保保 最近大家在讨论 结果很多都发现 其实通通都有财务的一个问题 那么保到最后 其实是我们这一代 还是我们的下一代 下下代要来承担 这个破产的问题 现在要怎么解决 是不是真的是到一个 非常好的解决时机 我们来看到 所有的保险都在破大洞 这个钱我们还花不花得起 我们带大家来看看 现在面临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 劳保基金要提早破产 政府现在说要来负责了 政府愿意负责 刚才署长虽然觉得 非常之不满意 不应该这么做才对 因为最后负责是谁负责呢 还是全体国人 特别是缴税 最多的受薪阶级 接下来呢 所有劳工朋友说 你要缴多零少 这样的一个决策模式 会确定拍板 目前不得而知 大家愿意吗 再来看农保的部分 最新消息 在农保基金的利息呢 告诉您 告诉您 亏损1368亿元之多了 内政部说费率赶快要调高了 2.55 提高到3% 案子提到行政院 现在还没拍板 内政部动作 比较确实快一点吗 但在军工教族行的部分 我们看到 优惠存款利率18% 谈了18% 谈了N年的东西 801亿年 要给这么多的一个 这个利息的补贴 年中 中卫文金现在蹦出来 一年要花个202亿 退休金的利息呢 竟然还可以再享13%的 优惠利率 一年又得花我们政府 大概40亿元 这一问题怎么解决 直接删掉 一页牌付条款 还是继续打折 目前还不知道 我们的陈中院长 告诉大家 必须给他个三个月时间 好好来处理处理 处理 罗长 这是陈中院长 可以处理得了的吗 至少30年以上的历史的事情 以前不处理 现在三个月处理得了 这个是 两大党的共业 也是我们 包括媒体在内 我们媒体有些讲的话真的是 像某一个台 说这个健保的附加保险 不是 补充保费 补充保费 这个就是剥削民众 但如果健保的钱都A掉了 如果不供 这个钱都A掉了 这个时候才叫做剥削 因为所有的钱 健保的钱从哪来 但是最后还是民众来支付 所以用这种民粹的方式来 来误导民众 这是不对的 那这边里面很多东西 老实讲 现在公教人员背了一个 军公教人员背了一个 不共不义的这个 但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政策做出来的 你比方说18% 老实讲 现在好多年轻的公务员 这十几年来才进入政府做事 他完全没有18% 是 这已经改革了 不是 因为民众不知道 那我们的媒体就说 这是或者某个政党 说这是很好的提票机 如果84年以后就没有了 对 那只有84年以前的年支 才有18% 但是18%对不对 当然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的广大的民众 都是按和热力 18%也就罢了 而且时空都改变了 那18%是为什么 因为当初的公务员的待遇实在是 可能退休的时候可能只有几十万块 可是不是用18%去补他 所以讲说好 我们当初的公务员那么辛苦 拿几十万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定个公式 用个办法 说好 这些人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比方说用物价指数什么样 我去补他 而不是用18% 对不对 因为你这样讲的过去 我说以前实在是民间很好 公务员很差 现在这些公务员的 这老公务员的根本就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能定一个办法给他 而不是用18%来啊 好 所以自从开心 所以我们很多都 因为政策的实施模式就有问题 我们很多都是用什么 用很民粹的 挖东墙补西墙的方式 就像现在讲说好 那么用政府来做终极责任 或者是每一次都是用这种 挖东墙补西墙 而不敢真正的去面对社会来 把话说清楚 来我们朝政的方向去 因为他只要 什么叫改革啊 改革就是要得罪人才叫改革嘛 改革一定会让某些人不高兴 是 那我们现在每一件事情 只要有人不高兴 那就不做了 那你像 像这一次啊 我们这个几个大的保险 我们知道某些财团 不是所有财团 都得到很大的利益 因为他逃脱了他的责任嘛 是 那国家垮了怎么样 他们最高兴 为什么换个国家就好 这是希腊 这就是西班牙 就是意大利 西班牙如果你看那个CNN的 或者是Times的报导 他们大部分的这个钱都移出国家 有钱的地方 留下来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一些穷人 一些劳工 一些被欺负的这些广大的这些 我们今天就走这条路 对不对 因为我们很清楚 我们现在55岁以下人最早还可以再活20年 我们现在平均说明男的75女的82了 所以现在你已经看到未来的一个恐怖的一个状况 他们 我们现在这些人都可以再活20几年 那更何况我们这些年轻人 好的 所以苏导在那边告诉大家 那么台湾是不是真的朝向现在大家 天天都在讲造成这波所谓经济大不景气 就是来自欧债问题 这些希腊西班牙的国家的一个模式 在这里呢 为什么这么大的问题执政者你都没有发现 那不断的讨好拿到了选票执政之后 问题继续丢给下一届下一任吗 这问题接下来应该怎么解决 改革会得罪人 马英总总统得罪了多少人 但为什么依旧改革不成 我们待会回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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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